29、香港相報 如同改革開放機遇千載難逢一帶一路讓港發展有依歸 2015年7月20日重要新聞A01頭條 香港相報信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日前接受新華社專訪時 把一帶一路戰略試作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香港必須要牢牢把握 它說 如果我們能把握住這個機遇 接下來的三十年 甚至五十年 香港整個發展都會有個衣櫃 蔡爺指出 漢漢改革開放給深圳 給香港帶來的變化 你會明白我為什麽這麽說 它說 一帶一路完善的六十多個國家 部分新興市長與三十年前的深圳沒有太大的差別 如果香港能把握機會 推進金融 貿易物流 工商專業服務和旅遊業等 四大支柱產業在一帶一路完善國家的發展 香港經濟就可以有相當大的發展 未來港人均 或幾倍於四萬美元目前 香港的貿易級物流 對GDP 貢獻差不多是四分之一 金融業約百分之十六 專業服務也約有一成貢獻 曾俊姆斯 話說 一帶一路可以推動四大支柱產業的升級 一方面可為香港經濟帶來新起點 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給年輕人 更重要的是可以為國家作出貢獻 曾俊姆斯 話說 香港市外向營經濟 不能再指定柴有G的七百萬人 單靠本地市場不足以支持香港經濟發展 一定要向外尋求增值 在二、三十年之後 香港人均 GDP 可能由現時的四萬美元 增長至四萬美元的幾倍 必須要有新的市場 才能維持到 曾俊姆斯 話詳細談到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優勢 包括在物流方面的優勢 我們在海 六 空都有優勢 他也特別提到 香港作為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 擁有全球最具規模的利岸人民幣業務和一流的資產管理服務 可以發展成為一帶一路完善國家的主要集資 融資平台 才也指出 香港具有優良的金融基建 也會集了世界上頂佔的金融人才 十分適合成為亞投行的財資中心 香港近年已開始發展伊斯蘭金融 更是為香港爭取成為融資平台增添新的助力 他說 一帶一路完善國家 不少是伊斯蘭國家 他們融資未必會採用普通的債務形式 可能需要以伊斯蘭債券去做 幾年前我們想到發展伊斯蘭金融 當時我們沒有想到一帶一路 但現在看到這個路線是正確的 曾俊曉華表示 到現在我們出了兩個伊斯蘭債券 都是三個 的評級 非常成功 每個都獲得幾倍的超雅營購 亞投行有意在港發債將進華透露 他已且亞投行考慮在港設立辦公室 而亞投行方面亦有意利用香港這個平台發債 他說 亞投行未來隨了透過會員取得財政資源 發債將會是主要的財政來源 而在港發債有多方面好處 一則能夠更好地接觸到全球投資者 二則香港已有發展伊斯蘭債券的經驗 最重要的是 香港金融市場成熟 在港發債的成本較海外不少地方都低 亞投行利用香港這個平台發債 就能以更低廉的成本獲得資金 曾俊曉華還認為 推動一帶一路的發展不是次線動作 一定要遵從市場原則 這很重要 他說 有合理回報 才能吸引人去發展 同時要有持續性 不能太短視 光想光策要賺多少錢 而是要看十年 二十年後會如何 另外 還要一視同仁 不能有其視性選擇 否則會打擊投資者的積極性 曾俊曉華說 香港GDP如九成來自服務行業 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與發展上 如何與內地省份加強合作也很重要 曾俊曉華說他近年到中東、中南亞進行推廣 都有中資背景公司隨同 我們甚至可以和內地不同省份一起出去推廣 既可以幫他們走出去 尋找合適的投資項目 也能配合我們順服務行業的經濟體的推行 達至優勢互補 將率團考察一帶一路完善國家爭進華透露 他將律香港商界和專業界團體附一帶一路完善國家考察 他說 過兩、三個月就會先負絲綢之路尾端的東歐國家 包括匈牙利、波蘭等考察 並計劃明年會出訪中亞國家 同時也不會放棄海上絲綢之路的完善國家 據悉 本屆特區政府的領導層都會帶不同考察團去不同地方考察 協助商界和專業服務界打開市場 曾晉希 話說 下一步的重點是提高商界和市民對一帶一路完善國家的認識 他已邀請香港貿法局加強對這些國家市場的研究 同時 特區政府也會多舉辦一些論壇 將會在下半年的航運 金融論壇 增設一帶一路專題環節 政府環境在光野含式 的一帶一路專題論壇 希望香港每年都有這樣的專題論壇 在下半年之後 那時候 也不會有關於 很少人的 在下半年 高商界的資格 企業 超級別 並不少人的 而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